风飞恋终有有了结局,谢霆锋即将结婚,为你补儿子买三亿基金。 风飞恋终有有了结局,谢霆锋即将结婚,为你补儿子买三亿基金。 王菲,谢霆锋,张柏芝。 风飞恋一直是今年娱乐界的焦点,其中卓伟一直重视这项工作。 不过,最近谢霆锋正式宣布5月1日将与云南大理的王菲举行婚礼。 长期以来三角恋,三方并没有完全放弃,而是终于迎来了终点。最终的成功是王菲。 谢霆锋和王菲。 谢霆锋和王菲的早年照片。 王菲现在几十岁年龄的人,可谓是一位超级老女人。王菲比谢霆锋大11岁。 另外,两人在11年后也复合了。 谢霆锋可以如此喜欢,最终迎接王菲,在舆论行业也不容易,值得爱这个词。 张柏芝和他的两个儿子。 谈到爱情,谢霆锋为了弥补张柏芝和他的两个儿子,为他们准备了7亿存款和3亿教育基金。 说到这一点,小编不得不吐了一件东西,就是网上一直宣传张柏芝带两个儿子独自一人的文章多么辛苦。 我想说,像他这样有两个儿子,比他还差一万倍的人不知道他有多少,为什么这么辛苦? 当然,这是网络的错,而不是张柏芝的错。 在某些情况下,他仍然同情张柏芝。 毕竟,只要王菲和谢霆锋有任何麻烦,有人会问张柏芝他的感受。 张柏芝不容易一次又一次地回答。 顺便说一句,最回祸首是陈关希。 如果抛开娱乐新闻的炒作本质,无论是王菲、谢霆锋还是张柏芝,在感情上也值得称赞,写一篇爱心故事就足够了。 最后,还是要保佑谢霆锋和王菲。 对于张柏芝,我相信他已经出来了。 至于每次我们必须回答各种情绪问题的事实,我们只能被视为一种职业道德和人的品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